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世界范围内的晶圆厂动作频频,欧洲晶圆行业尤其突出 挪威坦佩雷大学和其他11个合作伙伴已获得欧盟提供的2400万欧元资金 用于开发一个可供初创公司和SME中小型企业使用的综合晶片设计平台 据EE News Europe报道称 该设计平台由12个欧洲研究组织和大学组成 其任务是创建一个平台来容纳全面的EDA工具和服务 设计平台被描述为一个基于云的虚拟环境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提供 它集成了从IP库到EDA工具的现有和新颖的设计设施 并为访问支持服务提供了一个中心 该设计平台旨在支持根据欧洲晶片法案启动的试点计划 包括五条试点产品线市 1奈米、罗技、低功耗、FD-SY、E构系统集成小晶片组装、光子IC和宽带系材料功率和RF 该联盟将定义和开发一项基于云的服务 该服务集成了所有必要的晶片设计工具 使买不起工具的公司能够对其进行测试和试验 该财团还将根据欧洲晶片法案倡议为晶片设计项目制定欧洲资金奖励标准 该项目持续多长时间 谁的工具将包含在设计平台中以及核实运行军委披露 与此同时 一法半导体和Global Foundries已决定搁置共同投资75亿欧元 在法国Crowse建造一座合资FD-SY晶圆厂的计划 早在2022年7月 一法半导体与Global Foundries就宣布将在法国Crowse建立合资晶圆厂 随后在2023年6月 一法半导体与Global Foundries正式签署了建设该合资晶圆厂的合作协议 据介绍 依据当时签署合作协议 Global Foundries是该合资企业的主要投资者 持有58%的股份 一法半导体持有42%的股份 双方计划的资本支出 维护和辅助成本的总成本 预计为75亿欧元 预计将于2026年建成并满负荷生产 该晶圆厂还将受益于法国政府 由BPI France管理提供的大量财政支持 同时也符合欧洲晶片法中规定的目标 和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批准的 法国2030计划的一部分 法国政府准备提供29亿欧元 约占总成本的38.6% 然而在一法半导体与Global Foundries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之后的18个多月里 该合资晶圆厂项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 欧洲汽车和工业晶片市场一直疲软 有迹象表明库存过剩 Global Foundries也一直在优先考虑在美国的投资 而一法半导体则通过其China for China战略 将部分MCU交由中国晶圆代工厂华红代工 并且一法半导体还在2023年6月宣布 与中国晶片制造商三安光电全资子公司签署协议 计划投资32亿美元 在重庆共同建立一个新的8英寸碳化锡器件合资制造工厂 一法半导体在最近的财报中还表示 预计2025年销售额开局疲软 并且正在制定公司规模调整计划 目标是到2027年每年为公司节省近10亿美元的运营成本 而上述这些因素 可能也正式导致一法半导体与Global Foundries 搁置该核资晶圆厂项目的关键 台湾晶圆厂方面 大厂联电日前在法说会释出毛利率表现不如市场预期讯息 引发法人圈一阵错愕 外资圈纷纷调降目标价 其中野村及大核资本分别调降12.2% 7.5% 摩根式单力大摩虽未调降目标价 但维持中立平等 比昂也维持持有不便 联电股价外资圈一片保守看待后 开盘级跳空重衰超过半根停板 与大盘喜气洋洋风关 形成强烈对比 野村指出 联电非人工智慧 AI业务能见度较低 加上折旧增加 毛利率下滑等不利因素 因此 调降今年预估每股税后纯益EPS 从3.93元下调到3.43元 目标价也从57元下修到50元 但对联电仍维持买进平等 主因股价表现疲弱 市场期待之低 联电的非AI业务必须见到复苏 才能重建优于大盘 大核资本对联电目标价 从53元下调到49元 反映成熟制程竞争激烈 以及折旧率高于预期 但仍维持优于大盘平等 主因联电高阶主管 与大核看法一致 也就是今年非AI晶片全面复苏 将有力联电 地缘也有助联电 扩大在28奈米22奈米的市站 大核建议 可趁低档时耐心承接 大摩对联电 维持中立平等及50元目标价 认为联电去年第四季营收 大致符合预期 但毛利率30.4% 却低于大摩预估的31.8% 法人券预估的30.6% 由于联电产能利用率 已高于公司本身预估 大摩认为 联电今年定价 及毛利率持续承压 且压力不止来自于中国厂商 还来自台积电 李昂对联电维持持有平等 及43元目标价 认为联电去年第四季 及今年第一季 预估营收 大致符合预期 但第一季毛利率 却低于预期 主因价格调整 及地震因素 李昂将联电今年预估 EPS下调13% 2026年预估 EPS下调7% 以反应降价 及成长趋弱 李昂认为 必须有新的驱动力 才能维持联电产能利用率 及成长动能 日前 台湾发生的6.4级地震 没有对台积电及其工厂 造成重大损害 但其部分产线 仍需暂停生产 并可能需要重新校准其设备 据报道 多达2万片正在加工的晶圆 可能会受到影响 发生地震时 台积电撤离了 其中部和南部生产基地的员工 并暂停了生产 据报道 受影响的主要场所 包括位于台南科学园区的 台积电18厂 这是3奈米生产的主要中心 200毫米晶圆厂8厂 以及使用4奈米和5奈米 制造技术生产晶片的14厂 必要的生产中断 可能会影响这些工厂 正在加工的多达2万片晶圆 有些晶圆的生产 可能可以完成 但大多数晶圆 可能需要报废 这将扰乱至少一些公司的晶片出货 这意味着某些产品的可用性 低于预期 受影响的1万片至2万片晶圆 仅占台积电产量的一小部分 台积电在上个季度处理了341.8万片 300毫米等效晶圆 其平均日产量约为37000片 因此地震不会显著影响台积电的财务状况 然而如果无晶圆厂公司损失了一批处理器 可能会影响其销售 据检查 目前的地震对台积电几乎不构成大问题 然而安装在工厂中的高精度晶片制造工具相当脆弱 现在可能需要重新校准 这将需要时间 尽管有中断 预计台积电将迅速恢复全面生产 2024年4月发生的类似事件 曾导致台积电损失9200万美元 当时正改5级以上区域的设备 需要三天才能恢复正常 一些正在加工的晶圆报废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